好 既然講到了侯友宜 你知道呢 其中也出現在爆掛的名場裡面之一 我們說是最感人 我們封他最感人 因為是羅友智 講到了侯友宜不沾鍋的這一面 那為什麼講到最感人呢 我先不多說 一起來看 知道我絕食已經第150個小時了 累到沒有能量 大白天 你看他後面是陽光 他身上所有的能量全部沒了 大白天就已經昏睡在那邊了 這個小孩子啊 他幾歲 30歲 他憂心 公投憂心到什麼地步 他自己絕食 為什麼因為黃世修喊出來 不見得大家有 他還喊30個 你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開始去跟了 有人因為是捨不得 侯友宜罵的就是這個人 來 大家把侯友宜那句話 不累嗎 加在他身上 我要講的是 侯友宜正在對楊直斗說 你們在那邊衝突 你不累嗎 我要告訴你喔 他們真累 累死了 不是 因為 還不夠累嗎 這些人已經付出自己的身體了 養媽媽 養爸爸怎麼看的 侯友宜講什麼幹話啊 不累嗎 你要不要再看看其他人 你要不要看看 侯漢婷 他也在斷食 對 他不但斷食 侯漢婷 就是侯漢婷 我剛剛自己在划我自己的YT的時候 YT跳出來的廣告 侯漢婷自己下廣告 買自己的論述 然後再給大家看 不累嗎 侯漢婷 你不累嗎 你不但斷食 絕食 你還自己發YT的廣告耶 然後宣傳自己的論述 你不累嗎 羅志強 你不累嗎 49天啊 已經47天啊 每天在那邊睡不飽 腰痠背痛 然後自動掏腰包 到現在已經花了六十幾萬了 羅志強 你不累嗎 侯友宜攻擊的是這些人 你知不知道 那大家最賭籃的就是這句話 我們所有人為什麼會覺得沒忘了 大家身體都好累了 我也好累了 這時候應該要一句鼓勵的話 直斗加油喔 直斗加油 漢婷加油 你不是 你在我們身上打一把 當然你一半是講民進黨 衝突對立 你另外一半就講我們啊 我們就在衝突對立啊 我剛剛不是講贏了嗎 我現在也在衝突對立啦 不行嗎 如果不這樣幹 不會贏啊 台灣不會贏啊 我讓他們看看 真的誰在愛台灣 他已經用生命在愛台灣了耶 30歲的年輕人 把自己的胃啊 150天啊 破壞殆盡了 然後一點都沒聲量 我今天就是要用時間 讓大家看看 洋子頭在怎麼付出的 侯友宜你看看 你問的不累嗎 就是這樣累的 已經把自己搞成這樣了 所以我們大家很 你知道很氣餒 那一把打下去 每個人臉都熱呼呼的 而且真的沒力了 本來還有點力了 真的沒力了 很累 我們多希望 洋佑一出來講說 你們加油 儘管我不支持重啟何事 但是你們做的 我都看到 漂亮啊 你不是 你一句話打死我們所有的人 然後除了我們之外 你們其他國民黨在幹嘛 你們辦過了什麼 轟轟烈烈的宣講沒有 侯旱庭是一天一天 每天早上七點 七風苦雨 一個人在街頭講耶 他有什麼能量 然後來到中天 來到什麼地方 他能講就講 然後自己買廣告 他不是宣傳自己的東西 不是買抖內 他宣傳公投政策 你們有沒有去看他怎麼做的 如果有這是拿出這些藍營的新生代 像是侯旱庭 楊子斗 然後當時在這個 絕食拼公投 他來對照侯友宜的不沾鍋 他覺得非常的心酸心疼 那董哥怎麼看 沒有他 因為每個地方的首長 他有他的背景 對啦 因為其實核四公投裡面 對國民黨最為難的就是核四 是 核四 侯友宜是新北市 核四要蓋在他那裡 那裡已經有兩個核電廠 現在這是第三座 全國只有四座 核四沒有啟動過 那你要他做一個地方首長 說我同意核四在我這裡 那共搖那邊不是炸翻了嗎 對不對 周遭那些縣市 那些鄉鎮不是炸翻了嗎 那我特別強調說 這個不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其實國民黨在這 大家在講這幾個年幾敗 有時候有點冤枉 因為有些明天團禮藥 那他弄了又 因為現在不管是公投 或者包圓案都很容易嘛 都只要輸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十分之一就好了 就是包圓案十分之一 公投25%就可以了 很多東西都變得很容易沉案 沉案以後 國民黨就要來買單 就是說你最大在野黨你要來 那包括霸場都不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所以說朱立倫霸場怎麼樣 你都沒有 不是我提出來的 我們國民黨提出來的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他大概是怎麼樣 四大公投只有兩個嘛 一個公投綁大險 一個萊豬嘛 對 對不對 那和氏你丟出來的話 其實大家變得很為難是怎麼樣 過去朱立倫也反和氏 他反和 過去一堆人都反和氏 那你現在人家只要拿你過去來的 你就很難講 那侯友宜是當地的 你要叫他說你必須去挺 因為這些人 包括黃氏兄 黃氏兄就是和氏的發起人 就是他發起的啊 是啊 那我要挺他 我就贊成他的和氏重啟嗎 所以我說 我是贊成和氏重啟 但是我 我跑新聞久了 我知道說 很多東西你要考慮 有些人的處境 你要去講的話 我知道和氏的好處 但是我沒辦法說服 全國購判數的人同意我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已經把他醜化30年了 對 民進黨把他醜化到很多人覺得 講到和大家就害怕 那其實現在和人的概念 你只要去看 對這些最講究的歐盟 現在都要把他稱為利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個轉變 可是老百姓的腦袋沒有跟他轉變 然後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掌握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他們鋪天蓋地一直告訴你 這個就是有毒就是不好 那如果不好的話 你現在就今天就停給我看啊 宣佈大連以後不准再用核電啊 敢不敢 不敢啊 你還是喜歡用嘛 你還是巴著他嘛 就好像你每天罵埃克瓦是 有狗糖衣的毒藥 你現在還是每天包著埃克瓦嘛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不要臉的出身黨 我每天罵他 我真的講 為什麼呢 因為看不下去 那我其實很理解 就是說我們南京很多人 像這些爵石的跟我都是好朋友 從羅志強 從楊之斗 那他們在做他們在夜宿總統府的時候 我有去陪他們睡一晚 被蚊子叮了四十幾包 那他們說這怎麼會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怎麼被叮啊 我說你們就故意留一個裡面都是蚊子的帳篷 然後把拉鍊拉起來讓我在裡面餵飽你們的蚊子 開玩笑啦 但是其實我們 大家的想法都一樣 我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這些好朋友在那邊 為了他們的堅持 他們是政治人物 可能他們要必須有更大 更大動作來引起人家注意 因為我們不是 我只是一個新聞人嘛 所以我就欣佩你們的活動 我就去陪你們注意完 就這樣而已 那霸臉陳柏惟一樣 我就自己買高鐵票 自己叫計程車到現場去 到市場去 我就去推動 然後想說你為什麼要來 我說我認為陳柏惟這個人很討厭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製造我們台灣族群的分類 這個人太可惡了 所以我是基於憂憤 就是說我們自己會做一些事情 但我們畢竟不是政治人物 那我最怕說我們很多媒體人 有志士好朋友 很多媒體人我們自己有一個想法要怎麼樣 就堅持 要把它套在你身上 你必須照我講的去做 朱立倫你必須怎麼樣怎麼樣 馬昂九你當總統 你必須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說 因為每個人 你沒有在他那個位置 你不曉得他考量的東西很多 那國民黨裡面非常多的 尤其一些老先生 他們過去可能在黨國裡面有大的位置 有很重要的戰役他們也吸引過 他認為說就是要照我這樣 你不照我這樣我就反對你 我就每天罵你 那變成沒有一個人有辦法做事你知道嗎 你十個人有十個意見我要做哪一個 我做一個就得罪九個人 就變成這樣 那我覺得說民進黨就沒有這個問題 民進黨你說那些 降狗黨出身了啦 時代力量啦 台聯出身那些人 誰不反對蔡英文 那我說你蔡英文已經執政這麼久 你現在 而且你這麼穩 你嫌幾嫌什麼都贏 你為什麼不宣布台灣獨立 蔡英文不敢 因為他知道 你當了總統 宣布台灣獨立的風險有多大 整個國家就完蛋了 而且第一個打你的是美國人 不是中國大陸 但他自己很清楚嘛 阿扁也知道嘛 阿扁當總統去教訓那些台獨 對不對 告訴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所以李登輝執政十二年 現在叫我要做 他自己十二年也是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執政以後你就知道 有些東西是自己要去面對 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出一個嘴巴 所以我講 有時候我們要去考慮到 某些人的處境 那我們作為一個盟友 就盟友我們比較認同你的主張 不一定全部認同 但是我覺得大原則 我停你我就可以停 我自己犧牲一些 我原來認為應該怎麼樣的 沒什麼關係 因為本來人都不可能那樣嘛 大家都完全一模一樣 不可能全國有一模一樣的人 超過半數 可以讓你拿回掙錢 不要再傻了啦 好啦董哥你既然講到了和事 那其實這一段其實也是熔燈爆掛最感人場面 就前和事廠長王伯輝 王廠長 那他其實以他十六年的專業經驗 他說和事很安全 結果呢 立刻被民進黨全面圍剿 非常謝謝今天這個王廠長呢 分享你的保衛時間呢 跟我們請出說 有之要 我們的來賓羅友志 你好我是羅友志 我可以冒昧的請教 你有沒有政治光譜 因為我看過你的專訪 你說你以前帶著一些和事的員工 每天早上起來會用台灣話 喊一下 台灣人加油 他就說他自己是深綠的啊 我跟您講 當時和事廠做得很爛 做不是爛 做得很髒的時候 我確實覺得台灣人做到這樣是更強 所以呢 我是一個台灣人 我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說台灣人加油 我幾乎要掉很累 我跟你可以這樣講 我幾乎要掉很累 台灣人被人做水 被人看水 我是抱著這個心情 抱著這個心情 所以當時我是深深的利 沒有錯 但是呢 我看到利的這樣執政 我失望 我失望 我現在是掉了眼淚 很寒心 我先直播我是掉了眼淚 對不起 我太激動了 我是帶著兩三百人 天天喊三聲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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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今天這個直播 可能又會遭受到非常多的緩急 但是算了 我也不會緩急回去 算了 台灣是我們的土地 他努力他 好 謝謝 廠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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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長一定會受到萬箭穿心 我以前有心理準備 但是我講的是實在的話 我講的是實在的話 我經歷過這一段 我經歷過這一段 把核市場變做一個國際上可以驕傲的工程 我經歷過這一段 我希望民進黨不要再打擊我 反對的勢力不要再打擊我 讓我安詳 愉快的 退休生活 甚至於安詳我的晚年 拜託 我僅公開的拜託 這件事情好不好 你不要消失好不好 我還要專訪你 哈哈哈哈 我不會消失啦 除非人家把我做掉啦 對不對 我不會消失啦 那我跟你聯絡喔廠長 我明天後天想訪問你 哈哈哈哈 直接在節目上發通告是不是 直接邀來賓發通告 好啦廠長加油 加油 加油 不好意思 沒沒 加油 想到後面 想到這一段我就很激動 很感動 愛台灣真情流入 愛台灣啦真的是真情流入 好謝謝廠長 謝謝廠長 謝謝廠長 不好意思喔 好 謝謝 謝謝 我給你 廠長的眼淚 其實我剛剛現在看到 我還是會覺得有一點 動籠 你看到王柏輝廠長 當時他這樣子講出自己的 政治立場的意思型態 但是他無所拒 然後在民進黨掌握優勢 多數席次的立法院 公然有國會議員立法委員 民進黨竟然做要處理他 這不是就好像民進黨 常常罵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嗎 直接那個我們的生活完全倒退 敢講的話都不能講 就像中天被關台一樣 被NCC這樣子這樣子做 然後做掉了 然後NCC同樣的這個標準 卻不會去對其他的綠營媒體 所以當王柏輝講出他內心的話 你看那時候其實我有看到這個 網路上也在瘋傳 很多人我在群組裡面都有收到 對 說這一段看著王柏輝廠長 不會說他過去的 他所謂 他也有他那邊的那個 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有他的那個 比如說政治立場挺綠的 可是他竟然是不怕 他就跳出來講真話 從他的專業立場 去跟現在的台電這些高層 他所謂的現在這些台電廠長 我覺得高下立判變成一種 一邊是要為了官位 要繼續在那邊唬爛 然後講那些是是而非的 只是為了保他自己的這個前途 然後去挑戰一個 在核市場待了幾十年 在台電做到退休 從核市閉路藍旅的時候 他剛剛也講了 那時候他也講說很髒的環境 然後他建置起來 他覺得很驕傲 台灣人不能落虎 不能輸給別人看 一定要做下去 所以你看他在本 他的這個心裡面的本質 是一個很有本土意識 是一個非常強的 所以當然啦 有志他是自己 他有主持廣播節目 所以你看有志 這就是他的有志的作風 那有志也是性情中人 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董哥在討論這件事情一樣 有時候他們在政治評論的時候 有志他是很會敘事的 他很會講故事 可以把一些政治 一些人物周遭他所碰到的 他內心所碰到的壓力或怎麼樣 把他一個一個給引出來 所以他才會去站在那個楊子斗 羅志強還有這個佛漢廷 他們幾個人的立場上去聲援他 那所以因為我認識的有志 我選舉的時候 有志也經常來陪我這個 來幫我掃接輔選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 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他性情中人 對性情中人 所以你看性情中人碰到 我相信王柏輝前場場 也是性情中人 當兩個性情中人碰到的時候 心心相喜 所以有志就會說我要專訪你 我要采訪你 還被你那個虧搭一下 你直接在節目中這樣子 那因為王廠長 他就是敢敢於挑戰當道 你想想看 幾個退休的人 我就過我的生活就好了 我就不要管你 我何必呢 那公投 你要那個都不同意 最後你了 結果你承擔 大家缺電也是你承擔 可是王柏輝他身為在台電 在核四裡面的裡面的曾經的一份子 重要的一份子 而且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羅斯丁 他願意告訴大家 他知道的真相是什麼 說以前的政府不是這樣子 以前的做法不是這樣 那現在的政府多誇張 然後用什麼方式 然後去欺騙大家 他要把真相告訴人家 沒有那麼可怕 沒有那麼危險 民進黨偏要把他打成像中古世紀 要把他燒掉的這個女巫一樣 然後恨之入骨 不處之而後快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社會 怎麼會顛倒成要把王柏輝 這樣一個好人 然後甚至真正產生家裡 或者是他個人才有生命威脅的 才是他 不是那種整天掛在嘴邊說 我家裡碰到有誰生命威脅我 你看王柏輝怕了嗎 拋頭顱灑熱血 你要怎樣來對付我 不會我不怕怎樣 這才是要測試一條漢子 所以我覺得當下你去比較 回過頭來在政治上 在臺灣當今的政壇政治領域當中 有多少噁心的人 連站在王柏輝旁邊 或是給他提血都不配 不過我要講的 接下來是最意外的名場面 這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去年 當然這個風雲人物 就是林秉書 那新北市議員戴偉山 來上節目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有講什麼論述 他講的就是他自爆 林秉書跟他搭訕的全紀錄 橫跨兩年 先來看 林秉錦今天也出來 也算認了說 對啦過去好像 就是對他有追求獻殷勤 那在這邊我要請教偉山 就是他有常常跟你搭訕嗎 在臉書啊 或者是私下約吃飯啊 或者是他也常常對你獻殷勤嗎 你認識他嗎 就我不認識他 但他確實是有私訊過我 這樣回到2018年那一年 就我還在選議員 還沒有選上的時候 那他那個時候 就有傳訊息給我說 他願意就是捐獻政治獻金給我 但我當下是不是跟他說不需要 因為第一我就是不認識他嘛 那當然他是以他 他是我學長的身份來接近我這樣子 對然後後來第二次的時候 是在2020年那個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有接黨的一個秘密計畫 說要來找我們拍一些 跟女性相關的影片 然後所以我後來也去了 不過去的時候 當下是覺得還蠻奇怪的 就是說那怎麼在拍攝的過程中 如果跟黨有關那怎麼好像 很多該提到的事情都沒提到 比較反而像是一個花絮 想要更認識我的這種方式 來做一個訪談 對所以當天還蠻奇怪 他甚至還提供我6000塊的車馬費 但我後來也是沒有收 所以當天就現場的只有你 只有我跟另外一個攝影師 然後還有他本人 對然後所以在當天都覺得 這個就是怪怪的 對所以我後來訪談完之後 我也離開 然後所以就再也沒有跟他接觸 直到這一次他媽媽的告別式 他也是特別傳了他們家的 就是附文給我 拜託我出席 不過因為民意代表 那麼久沒聯絡 然後寄附文給你 對對對大概過了 這樣也算是將近一年半吧 一年半的時間 可是因為基於民意代表 其實我們就是親自來拜託 我們其實有空都還是會出席 所以我也現身了他媽媽的這個 告別式 女生妳這樣小心 妳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但我覺得這跟中共同路人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啦 但是說實在的騙子 或者說利用這種人際關係網絡 牽來牽去的這種砍稿啊 老實說社會上也是不少 所以就我倒不覺得他一定是中共同路人 只是說他確實是利用很多這種騙 或者是利用很多的照片去凸顯 他好像是一個非常有名望的人 其實當天在這個整個公祭的告別式上 其實也很明顯 像我當天去我就覺得還蠻特別 因為確實是政商雲集啦 真的很多人 那當天很喜歡 因為通常人很多的公祭 家屬都一定希望就是流程快點 迅速趕快結束 趕快消化完人潮 讓大家不要等那麼久 但我自己當天就等了50分鐘 是等著要進去啊 等著要進去 而且當天很奇怪 他是採取一進跟一出的方式 就是你主記者要進去 主記完之後 出來他才放下一個進去 那跟疫情有關嗎 我覺得跟疫情沒有關 因為現在疫情已經算是鬆綁了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想要 讓大家留在外面 就是多讓大家去看看說 哪些人穿著背心啊 誰在現場 或是誰送了什麼花 因為公祭現場 其實你一看 你就會知道到底有誰 我覺得他就是要 把大家留在那個現場 那我還算是比較快公祭到了 還有更多人在我的後面 沒錯沒錯 所以他那個當天那個形勢 確實是弄得非常的誇張 所以那如今你看到他 現在還扯出這一坨拉苦的事 對 對我那天也是非常的壓力 其實我當天是身體不太舒服 在家睡覺 然後是記者打給我說 欸你是不是出現在公祭現場 那到底林秉初是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當天才知道 接到記者電話 我才知道原來他家暴高委員 那我看了之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但我跟這個人真的不熟 我就一面之緣 應該說是兩面之緣 第二面就是在他母親的告別式上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政治人物 其實根本跟他就不熟 或是很多所謂的上市櫃的大老闆 然後或者是商界的人 可能根本就不熟 只是因為看到這些表象 就以為他人脈很豐厚啊 所以會很多人因為這樣而幫他 對我相信這一定是會的 因為你想他一直去對外說 他可能是什麼國安局的高層啊 把自己弄得很神秘 那我覺得他騙人可以成功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他長相真的斯文 然後第二他的談吐說實在的 也還算是個知識分子 那大家對於知識分子 通常不會有這麼大的戒心 那我覺得種種的鋪陳下面 就會讓大家誤以為說 他確實是有這個實力 那我覺得被騙的人應該不在少數 那個韋善是交代得很清楚了 怎麼樣跟他有接觸啊 然後他中間過程有發現一些 不太對勁的地方啊什麼的 你看他的慣用手法嘛 SOP大概差不多 不拖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網軍亂國 這個小英總統 要不要出來管一管約束一下 因為前副總統呂秀蓮呢 也震怒了 他說現在這個網軍惡棍 蔡總統有義務說明施暴者 和綠營的關係 如果繼續的默不作聲 就是縱容施暴者 這個對 文三你覺得應該要查 現在網路亂成這樣耶 應該說我覺得這個單一事件 應該跟網軍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覺得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一波波的操作都沒有 應該說這 就我覺得很多人是受了 林秉書的矇騙啦 因為像我當天早上 林秉書又傳訊給我說 他說即將會有一個新聞會爆出 當天早上哪一天 就是當天報導出來 那天是禮拜幾我忘記了 反正當天早上 我記得五點還六點 他傳了一個訊息來 就說什麼 當天會有一個 對他的不實的指控啊 叫我不要相信等等 那我相信他不是只有傳給我一個人 那像我這樣同樣年輕的政治人物 像吳貞他有收到 那很多政治人物也都有收到 那我相信媒體界 或他的所謂他的朋友 或商界的人也一定會收到 那所以大家可能都在一個 半信半疑的狀況上想說 這到底是誰的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先入為主 覺得說那說不定是雙方 在吵架的過程中 不小心動手傷害了高嘉譽委員 那在那個靖周刊的那個報導裡面 確實是沒有這麼多 嘉譽委員他受傷的照片 那是後來 對後來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才看到一個 這麼嚴重的狀況 所以我相信當時大家都半信半疑 想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連我都有一點點遲疑 就是想說到底 這個事實的真相是如何 那所以有時候他做這個方法 那可能本來跟他就比較熟識的人 跟高嘉譽相對不熟識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 在立場上面會傾向 男性的這一邊 那很有可能就會讓他得逞 那所以就我覺得有一些人 他是基於就一個 可能本來不是那麼相信高委員的狀況 他可能去幫他發了這個文 然後造成很多的誤會 可是你會後來發現像包含 像因為李博章他也被控訴 被指控說是他發文 那他也跳出來說 確實他有收到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自白的這樣子的訊息 可是事後在很多證據上面看來 根本就不是 所以我相信就是證據會越來越多 那真相也會越來越明 所以其實到現在你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沒有人在幫李秘書講話 因為很明顯很清楚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傷害的案件 很嚴重的家暴的案件 那這是不可被原諒的 那所以就我覺得到現在 所以你覺得沒有網軍操作的痕跡 在這個案件上 就我覺得這不叫做網軍 應該是說有人 他可能基於某個狀況下 他相信了李秘書的話 因為就很像是 像馬雲奕他有提到說 對確實有一些高層或一些政商名流 有去幫他 但我覺得這些幫的前提其實是被欺騙 因為當下真的沒有人看到高家瑜 被打成這個樣子 或是沒有人曉得他被拘禁了兩天 沒有人想到他會失去自由等等 這麼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想當這個事件被揭露之後 大家其實就會知道 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甚至對他過去的很多行徑 可能都要重新去檢討 他接近我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他到底還有做什麼很糟糕的事情 那甚至 我也認為檢調應該去調查 就是他這些一直在強調 他自己是什麼國安單位啊 或者是調查局啊 他用這些名義 到底有沒有去幹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應該要查 這就真的會跟國安會有一些相關的危機 而且可怕的是 他交往了這麼多人 那是不是 所謂交往不一定是男女的交往啊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這種友誼的關係 他是不是其實有在從中 有獲得就一些不該獲得的資訊 那這些是不是要查 我覺得這些是需要讓社會大眾來釐清的地方 一雙家暴案結果劇情審展開喔 變成林秉書這個人呢 哇他在前脈人脈完全是打通關 現在董哥進入司法程序了 可是剛剛你聽說尾山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還是在定調在暴力傷害 沒有耶 國家級網軍產業鏈耶 這個地方能查 查得到什麼嗎 要查絕對查得到啦 就看你檢調 比如說那時候其實有很多 大家覺得有問題的 你沒看到檢調有什麼動作 那我們都看到尾山這個 我剛聽 其實上次就看到 這是在聽一次就覺得 哇真是替他內拔冷汗 為什麼 因為這個壞蛋 他就是故意找民進黨一些單身的女性 那戴尾山的師父是吳思瑤 他以前是吳思瑤的助理 在台北市議會 那吳思瑤的師父是蕭美群 其實這些我都認識啦 但是我就想說 你有時候看 雖然我們對於他的政治主張不一定同意 但是你看喔 高嘉儀也是 我們也是認識這麼久 他在台大讀書我們都認識 那他們對政治很狂熱 一下就投進去 先當人家助理以後怎麼樣 然後開始 他其實覺得說 我跟哪些關聯或誰很熟識 其實他在整個人情世故 或者感情這裡 他們其實是很陌生的 很容易被騙 林秉書就用這一招 我跟誰誰誰怎麼樣 然後在哪這個東西 再去騙其他人 所以蘭連那個老江湖 詹洪志都被他騙了 他就告訴詹洪志說 那是假的 你能不能幫我跟那個 鏡頭刊的那個講 有媒體問我說鏡頭刊 我說一定是裴偉 裴偉 因為以前跟我在時報同事 果然詹洪志去跟裴偉講 這個是不是有什麼 你要聽他講話 後來詹洪志自己也栽進去 詹洪志是台灣的七世大師 一個誰知道 腦袋又那麼清楚了 代偉三世算比較單純的 統統都栽進去 所以這個傢伙太厲害了 那他厲害在什麼 因為他手上有網絕 民進黨很多人都要買他的帳 他那麼有錢 對不對 他為了沒有錢 把他媽媽打到要逼下櫃 連這種畜生的事情都做得出來